4月30日,在山东青岛,一只大熊猫玩耍的时候,从鞦韆上掉落一个疑似蜂巢的东西,恰好砸在这只熊猫的肚皮上,熊猫瞬间就被蜜蜂包围,赶紧落荒而逃,这一幕被众多游客拍下。 很快,准确的消息传来,画面中的这只倒霉熊,正是大熊猫袁晓。 不过,袁晓平安无事,倒是饲养员在解救袁晓,清理现场的时候,被蜜蜂折了一下,索性也并无大碍。 很快,大熊猫袁晓,被蜂群攻击的新闻,就登上了热搜,社交媒体平台上网友笑成一片。 所有人都在感叹,袁晓,怎么又是你? 因为谁都知道,袁晓晓的时候,因为看别的熊打架,被误伤,造成后腿骨折,不得不因为手术,被迫踢掉后腿的毛发,以托成名的故事。 没想到,这次又被蜜蜂盯上,倒霉孩子的事迹,从此又多了一桩。 哎呦,两个腰开始打架了,哎呦,两个就在水池那打架。 袁晓的故事,还得从2006年说起。 画面中打架的这两个大熊猫,是一对双胞胎姐妹。 齐真和齐原,她们现在虽然打得很凶,后来都是好妈妈。 这对双胞胎姐妹,相隔一天,各自又都生下一对双胞胎。 其中,妹妹齐原生下的是一对小兄弟,于是,大的就叫袁大,小的就是叫做袁小。 袁大袁小兄弟俩在妈妈身边快乐长大。 一岁的时候,兄弟二人就遇到了金主,一位叫做熊小哥的商人出资任养了他们,给他们起了大名,分别叫做乐山和乐水。 不过四川的奶爸们,还是习惯叫他们袁大、袁小。 转眼到了2008年,兄弟俩都两岁了,生缘进入了亚成年熊猫园,和其他同龄熊猫们住到了一起。 2008年9月的一天,饲养员发现袁小叫得厉害,走路还有点瘸,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。 调看监控,发现在当天上午,园区里,袁小的亲哥哥袁大和他的表哥五一打架,袁小在一旁看热闹。 但是不知为啥,混乱中,袁小被绞进了战局,结果,打架的两只没事,看热闹的袁小,不慎摔倒,摔倒时右后腿被卡在了木缝中。 专家给袁小检查后发现,他的右后腿骨头错位,喉骨完全断开,伤得不清。 现在,大家看到袁小当年的照片,都觉得很好笑。 但是在当时,袁小可是受了大罪,而且治疗的过程,非常惊心动魄。 如果当年稍有差池,根本就没有今天做着凶狠的啃竹子的袁小了。 当年,袁小的骨折程度较重,如果不在14天之内处理好,他肯定是终生残疾。 而这时的袁小还不到两岁,谁都不忍心让他一辈子缺腿。 而根据袁小的伤情,有两种治疗方案,跟人类的治疗方式都一样。 一是对骨折部位进行手术,用钛合金刚板对断骨进行固定,来帮助骨头恢复。 另一个办法,就是像人类一样,用手法复位,再加上夹板,卧床静养很长一段时间,让骨头自己生长复位。 成都基地的奶爸们,找来了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的专家。 医疗团队一商量,觉得给熊猫进行手术,难度实在太大了。 因为手术必须在无菌环境进行,一旦发生一点点的细菌感染,轻则袁小的腿保不住,重则他的小命也会有危险。 而且,熊猫没有血可输,麻醉也不好掌握,真要手术,也是九死一生。 所以,专家们决定采用手法复位。 受伤的袁小非常乖,两条后腿被剃掉了毛发,他被五花大绑,乖乖地给医生在腿上绑上了夹板,屎高。 为了确保袁小不乱跑乱动,成都基地安排了数名奶爸奶妈,24小时轮番照看他。 但是两天之后,袁小的夹板,绷带还是全部脱落了。 熊猫做不到像人那样,加上夹板之后能安静地不动。 受伤之后,袁小还是会不停地走动,不舒服的地方,他会忍不住去抓闹,导致夹板绷带无法固定。 这样反复两次之后,医生们发现,根本无法用手法复位的治疗方法来治愈袁小的骨折。 而这时,距离骨折的最佳治疗时间14天,已不剩下多少日子。 如果再不及时手术,袁小的这条腿基本就废了。 最后,成都基地和医疗团队决定冒险给袁小做手术。 袁小的手术,也是全世界第一例大熊猫的骨科手术。 因为是跟熊猫做手术,也应该说是世界上熟练。 因为我也没跟这个动物做过手术,跟人做手术那是天天都有的事。 但是跟这个动物做鬼宝做手术这个算是第一次,所以我很慎重。 同时,还有我对了解熊猫的简谱,这一点很重要。 2008年的10月8日,在成都大熊猫基地熊猫医院的手术室,医疗团队历时三个小时,完成了袁小的手术。 袁小的手术自然成为了当时的大新闻,它的脱裤罩也被传播得到处都是,成了永远擦不掉的黑历史。 不过,相比这面子受损,保住了右后腿,还是值得的。 术后两个多月,袁小恢复了正常,它能跑步,能上树,能干饭,渐渐长成了一只壮壮的成年熊,而且还长得很刁悍。 成年后的袁小自带一股黑帮老大的气场。 网友说,一眼看上去,袁小这张脸,像是身上背负了很多条熊猫的样子。 但是,袁小吃亏的,就是这个地方。 明明长了一张这么凶的脸,可打起架来却很菜,可他还偏偏熊菜引大,自己打架不行,遇到别人约架,喜欢凑热闹,常常被误伤挨揍。 不过,虽然长着一张杀气腾腾的脸,袁小却很受欢迎。 2009年,袁小出差,去贵州动物园住了一年。 结果一年到期,贵州市民来了个万人大签名,极力挽留他再住一年。 就这样,袁小在贵州住了两年之后,回到了成都。 2013年,袁小又接到了福建厦门的邀请,请他去厦门小住一年。 2015年,青岛又邀请他,这时,袁小也有九岁了。 去过了很多地方,经过了很多事情,江湖看淡,袁小这次决定就在青岛定居了。 而且,他决意改名,开始用乐水的大名,接客营业。 毕竟,脱毛裤之事已经过去很多年,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提了。 但是在2017年,不知为何,袁小的脱裤罩又被人翻出来。 这下好了,所有人都知道了,原来青岛的乐水,就是当年的袁小。 袁小没想到,出走半生,归来还是当年的脱裤熊。 网友说,袁小上次受伤,是因为围观表哥五一打架。 这次出丑,又是在五一假期里面,倒霉熊袁小,这是命中注定与五一不合呀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